焦点APP 你也要收听的是中央国电来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下一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2016年的10月 伊拉克政府是宣布摩苏尔战役是正式的打响 在伊拉克的政府军以及什叶派的民兵 还有库德族的武装部队 同时的围剿之下 伊斯兰国也就是IS可以说是节节败退 那尽管外界预估 摩苏尔战役的时间仍然将会持续 但是联军似乎已经胜券在握 中东将会进入所谓的后IS时代 那没有IS的中东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李登克里老师 老师你好 郭阿胸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老师我们来看看 目前联军的攻势相当的犀利 似乎是奏效的 但是为什么过去一向在战场上面 叱咤风云的IS 如今的战力看起来是如此的低落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该说他树敌太多了 我们讲2014年6月份的时候 可以说是IS高峰 那时候他们把摩苏攻下去 把依赖克几个城市攻下去 包括南边的法鲁加都是 另外又打到叙利亚区 那就不得了 他声势非常高 他所在的土地被大台湾好几倍 而且他底下控制的人口超过800万人 那时候真的很大 但现在情况 逆转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就是说 IS一成立在伊拉克攻在几个城市 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得罪美国 对不对 因为美国就是伊拉克政府军 因为美国害怕说 伊拉克政府被攻在那还得了 过去他在伊拉克投资 几千亿美金都化为无有 所以美国当然无法忍受 我们害怕IS什么 这个撞到之后将来可能到处 制造很多恐怖攻击 包括到美国本土 所以美国一定想办法来协助 所以后来美国的这个什么 就是对这个IS的压力越来越大 包括空中攻击 干嘛干嘛 之前没有嘛 对不对 之前反而大家都讲说 IS是美国在资助他吗 因为如果说IS的目标 只有叙利亚政府军的话 他就比较单纯 是吧 那现在又把伊拉克政府 什么要把他给推翻 那就是跟美国对干嘛 是 所以他跟美国的关系 因此持续恶化 那美国压力越来越大 另外呢 IS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他怎么公开跟俄罗斯对干 那其中就是 离家俄罗斯的民团级 我们知道嘛 在埃及新来半岛被打下来嘛 后来伊斯兰国公开成立 是他们干的嘛 因为他们认为说 俄罗斯什么 在协助这个阿萨德 难道怎么让阿萨德打不下来 就是让阿萨德 这个政府军能够来对什么 对抗这个伊斯兰国 是 所以伊斯兰国等于都说 你最好不要再支持 这个叙利亚阿萨德 难道怎么 我就不会找你麻烦 类似这样 但是普丁不是这样一个 好厌妇的人 普丁很生气嘛 是不是 你把我打下来 因此他就宣布出说 伊斯兰国一定把你毁掉 是 所以普丁后来就什么 大力援助叙利 或者提供空军 炸炸炸炸炸炸 当然什么 也炸其他反政府军 但是伊斯兰国 就面临很大压力 所以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一方面来自什么 俄罗斯压力 这两边下来的话 他真的是不好过 这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同时都对这两个大国 另外 伊斯兰国的政府军 经过美国大力协助之下 慢慢慢慢 力量比较像样 因为当初就2014年6月 伊斯兰国攻下魔术的时候 那真的很好笑 伊斯兰国的部队800人而已 那个时候才800人 就是攻那个魔术 那个城市的伊斯兰国的部队才800人 而防守这个城市的伊拉克部队加起来超过5000人 你看800人 只有800人 我们一般讲 应该是几个 两个步兵营而已 两个营的兵力 就把五六千人的 两个联兵女的兵力 伊斯兰国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完全是没打蛋 伊斯兰国部队听到伊斯兰国来就跑掉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那时候伊斯兰国真的讲是 应该说是破竹 好啦 那也当美国很没面子 因为美国花了几百亿每天 来协助伊斯兰国政府训练他的部队 就完全不堪一击 所以这个对美国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教训 所以美国因此什么 就重新来怎么整对伊拉克的部队 贪腐 那么里面很多问题 慢慢慢慢伊拉克部比较像样 但其中还有一个关键 刚才讲了 我们讲美国俄罗斯的关键就是伊朗 我们知道伊拉克政府是十一派政府 而且这些政府的精英 基本上都是从伊朗回去的 当然是旅往到伊朗去的 所以后来回到伊拉克 成立他们的十一派政府 跟伊朗关系非常密切 双一关系上 对也非常密切 变成都是什么十一派的一个联盟 就伊朗来说 伊拉克的十一派政府 被伊斯兰国取来代制 这还得了 这会伤害他伊朗的国家利益 为他的安全 因为伊斯兰国 他就把十一派立为一个目标 对 所以十一派的伊朗 对也害怕说伊斯兰国 取这个什么 伊拉克政府来代制 那还得了 何况伊斯兰国还威胁到叙利亚 叙利亚的阿萨特政府 也是伊朗的盟友 对 所以在2014年6月之后 当伊拉克政府 面临最大威胁的时候 不是美国马上伸出 最大援手 而是伊朗 只是伊朗是不公开的 而且美国默许的 因为美国这里有很多问题 看到伊朗 整个带打一样 所以那时候伊朗是出钱出力出人 协助伊拉克政府稳定下来 这是伊拉克总理 阿巴提这里讲的 他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伊朗 撑车援手 伊拉克搞不好 连巴格导都守不住 你晓得吗 所以伊朗派出很多 各方面的这些资源 包括军事顾问团 甚至他的特农部队都出动了 所以他挡下来 而且伊朗也组织 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 因为伊拉克的民兵 其实他们跟伊朗的关系 更密切 都是什叶派的 所以伊拉克的民兵 还有伊朗的特农部队 是什么 等于是稳住了伊拉克这个政府 后来美国态度强硬 对付伊斯兰国 欧巴马在取得国会的授权之后 才发弄攻击 所以你们从伊朗扮演这种角色 只是我们的媒体很早报道 所以伊斯兰国 你看他得罪美国 对不对 俄罗斯变成他的敌人 伊朗更是一个死敌 是 召派上面也不一样 对 他到处都敌人 难道什么 他的战舰拉得越来越远 他导致因为他只控制几个有限的据点 但他的力量可以挤动 他现在怎么 他后来就是20146月之后 势力大增 到处攻城掠地 你怎么防守 所以这个程度起百个 那程度起百个 兵多利分 是不是 难道什么 变分两路 一边在叙利亚 一边在伊拉克 但现在怎么办 伊拉克政府机慢慢慢慢 好像比较有力量 对不对 难道叙利亚方面 他打不死 他打不死怎么 变不死鸟 是不是 因为叙利亚得到俄罗斯大量援助 所以这个两倍压力慢慢慢慢 战胜的逆转 所以在伊拉克的原来 被伊拉克政府机攻占的城市 一个一个沦陷 就被伊拉克政府机收付 最后是一个大神的魔术 在续远的美式 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沦陷 现在什么 剩下他的首都 号登上的首都 就是拉卡 跟他附近几十个村庄而已 所以现在伊拉克 他的力量很有限 已经快要局限在 在魔术跟拉卡 这两个地方而已 这个魔术如果被伊拉克政府机攻占的话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这边 大概都差不多了 他的退守到叙利亚 而且美国现在跟俄罗斯一样 把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 列为下一个重大目标 所以伊斯兰国现在真的非常危险 不过我刚刚有提到 刚刚开场说有提到 如果真是IS目前占的地盘 像摩索尔如果真的被攻陷 就是被伊拉克联军 做给收复的话 他大部分的过去的地盘 都吐了出来之后 您认为爱伊斯会被打回原型吗 应该会被打回原型 但是不能把它消灭掉 消灭不了 也就是说它变成类似激励组织 到处打渔地战 那么还是有些死忠 然后动不动的恐怖攻击事件发生 蹦一个蹦一个 类似这样的情况 它就会变成就是说 化整为零了 全部都出去了吗 对 OK 那不是也很恐怖吗 这个造成另外一个恐怖了 也就是说它真的变成恐怖组织了 因为它现在的伊斯兰国 会不会加个国 伊斯兰国 好像一个国家一样 没错吧 因为它有土地人口 干嘛干嘛有自己的部队 自己的政府组织 如果说这几个大城市 刚才讲 魔术俄拉卡通被攻下来 然后怎么 它就化整为零 那就成为一个什么 尤其队的恐怖组织 就成为像我们讲说 盖拉组织一样 可能会被打回原型 OK 不过刚刚提到 就是说 爱伊斯如果真的被打回原型 真的如果真的化整为零 甚至连拉卡都不保的时候 OK 我们刚刚提到联军 是由好几个不同的势力所组成 如果真的爱伊斯不见之后 对中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您的观察 中东地区是这样的 往往是旧的问题解决 新的问题又跑来 这很不幸的 所以说海山被搞掉了 对不对 结果伊拉克乱成一团 新的问题 然后叙利阿萨德 快被拉下来 就拉不下来 就现在问题是什么 更严重 也就是说当初不把叙利 把海山拉下来 搞不好比较单纯一点 对不对 这也是川普讲的 川普他虽然是白目白目 也对话不如道理 他说如果说葛达会在 利比亚不会变成这样 如果说海山在 没有今天伊拉克 伊拉克也不会这样 如果说不要去 准备把阿萨德拉下来 叙利也不会那么乱 所以好好整理起来 很多政策都有问题 其实不无道理 就今天即使伊拉克人 伊拉克老百姓 他们这样认为 他说海山那么坏 动不动就是杀人鲁麻 但是他们日子可以过 你只要不要犯他 就没事 对日常生活可以 没什么问题 但现在怎么样 他们日子没保障 你看这个魔术 一两百万居民 非常悲惨 因为2014年6月之前 他是伊拉克政府统治下 对不对 难道怎么 阿萨德拉克想修理他们 那时候为了争夺 这个魔术 你看他们遭受多大的 苦难 那今天伊拉克政府要来反攻 要来光复这个魔术 然后这艾斯反过来做 要来拒守这个魔术 这个魔术的这个居民 一百多万的居民 又陷入水真火 战火当中 你看他永远就是这样的 两年前这个战火 现在又是个战火 而且更严重的战火 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说 海山吹上独太子 他在的话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而且伊拉克过去 从来没输出难民 叙利亚过去 从来没输出难民 今天叙利亚人类战 大概五年多难民 你看看一千多万人 是不是 那伊拉克难民 现在又几十万人 没有跑出来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就安定来讲 纯粹就安定来说的话 这几个独太子在的话 是比较安定 他只是说 你要把民主化 这当然是很理想 只是说你这个民主化 你不能一处可及 好 所以提到这里 我们讲说 埃斯 他即使被 就是说被歼命 对不对 但是不可能完全被歼命 就是说他有限的领土 没办法控制了 是 对不对 他固定的人口也没有了 就影响力 现在不是现在 现在这样 对对对 只是说 完了之后 刚才讲了 这个新问题又出来了 什么问题出来 土耳其要介入了 对不对 伊朗又 因为我们看到土耳其 最近你在讲说 我要参战 没错 但是 伊拉克政府很有意见 是啊 因为伊拉克 是我们什叙利派 它跟伊朗关系很密切 是 那土耳其是什么 是叙利派大国 那土耳其又就认为说 过去这些都是我的土地 因为过去二十万土耳其帝国 对不对 他是想收割吗 他还想什么 就是说 扮演老大哥的角色 是 所以土耳其总统 跟他讲话 也很白目 他怎么说 在这里 伊拉克总理讲话算什么 我说了才算 他讲话那么样的自大 当然伊拉克总理 也不是省也不是省 他说土耳其要是 跨越某一个红线 土耳其要付出承重的代价 他警告土耳其 当然这个后面 还有美国在后面的 这个什么 做某些斡旋 因为基本上美国认为说 土耳其你不要 这个那么击破 好不好 对不对 这个事情你进来的话 怎么更加复杂 你不要进来好不好 那么这个伊拉克 也要求美国说 老大哥 你赶快告诉土耳其 不要扯后腿 否则后问题更加棘手 但土耳其的算盘是这样 因为土耳其今天我们知道 他有一两千万个裤头组 是 而且当中有一个政党 就是库德组共人党 长期来搞独立 搞什么所谓分离主义 如果说伊拉克的库德组 现在是很得到美国的赏识 因为这一次进攻魔术 的主力是伊拉克部队政府军 另外一个主力就是库德组 就是伊拉克的库德组 他们就拉拉扎扎 加起来大概有十万人 对 所以伊拉克部队大概是六万人 库德组的什么 他们的干涉队四万人 加起来才十万人 而且他们战力非常好 是不是 好 那么叙利亚也有库德组 一两百万人 他们目前也成为美国的伙伴 就是说在对抗 什么 这个阿塔德政府 或者对抗 对抗 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国 叙利亚的库德组 打得也不错 所以叙利亚也好 伊拉克也好 这些库德组成为美国的友邦 或者说美国的盟友 如果说战后好了 伊斯兰国被打败之后 那美国总要一起回报 因为人家表现那么好 而且过去受到多年的迫害 对不对 所以叙利亚的库德组 搞不好取得某种自治的权利 跟伊拉克比不一样 那这两边距离又很近 都在北边 很近 可能穿在一起 它变了一个什么 大的库德组自治区 它只差一点 就会快要变成什么 共和国 那土耳其就 那土耳其现在 库德组看他会什么 会流眼泪 是不是 人家这个两个小老弟都搞这样 我这个 原来这库德组大哥 对不对 现在还搞这个样子 你说他怎么办 很可能就要求什么 比较他们 所以土耳其的总统害怕说 这三个地方的库德组 结合在一起 那搞不好 哪一天真的成立一个 库德组共和国 人口超过两千多万 是一个大国 土地也那么大 那这个土耳其就很麻烦 因为他的土耳其的地盘 可能是三分之一不见 对不对 他人口也去了四分之一 那还得了 对这个俄罗根 这是基于国内土耳其的考量 所以什么 他都害怕 害怕如果他不介入 没有发言权 这样伊斯兰国被打败之后 然后怎么 骷髅族因为有战功 对不对 如果说美国支持 这个什么 俄罗斯不反对 他这个搞一个 这个什么 一个共和国力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高度自治的 准国家的一个自治区 那就长眼来讲的话 对土耳其构成安全的威胁 因为土耳其愿力 好了 那我们内部就让他们独立 对对对 否则的话你怎么办 所以这是这个土耳其总统 他的一个战略考量 也就是说因为这样 他才怎么 一直要介入 所以他一定要卡进去吗 其实我们讲 土耳其已经介入 不是这两件事情 因为这个土耳其 在这个伊斯兰国 2014年不是攻打这个魔术 土耳其就为了说 确保这个土耳其边界安全 他已经私下建兵在 在这个伊拉克北部 他就维持了一两千人在那边 那伊拉克的这个政府 不管在安理会 在很多地方 一直要土耳其测别 土耳其就不测 土耳其说 我来协助打击伊斯兰国 来确保边界安全 你不要紧张 土耳其部队一直在那边 长期住在那边 你看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就把部队开到家里去 你看 当然伊拉克政府 这很火大 只能说他没有能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伊拉克政府 把这个魔术的攻下来 然后他力量又比较大 那现在伊拉克跟土耳其的关系 可能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出来 除非土耳其远离撕军 但是土耳其目前打定主意 就是说 我就是要介入 对不对 将来怎么 你们不能够忽略我的存在 有关固德问题的解决 什么伊拉克虚料问题的解决的话 我土耳其一定有一定的发言权 否则的话 我跟你没有没聊 所以土耳其现在是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这个美国也很为难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 拳手来打伊斯兰国 当然很好 而且土耳其的 拳手很大 对不对 他力量很大 他如果要帮忙 不是很好吗 只是说他帮忙 帮忙有时候帮倒忙 这个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美国应该派国防部长 卡特私底下要求 土耳其 看怎么样 某一种介入 但是你不要太过分 类似这个情况 你可以帮忙 但是你不要帮倒忙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 战后一定有发生 好 另外 刚才讲伊朗 伊朗在伊拉克打败伊斯兰国之后 他在伊拉克影响力 应该怎么 水涨船高 没错 如果说阿塔德也稳下来 他整个 这个什么 十一派大三角 又搞定了 从伊朗 叙利亚到伊拉克 甚至到黎巴南的 这个什么 珍珠党 这下什么 叙利派阿拉伯国 沙特阿拉伯 卡特等等 他们也很担心 说伊朗 利亚那么大 以色列也害怕 是不是 伊朗利亚怎么 到他隔壁 这还得了 所以这是新的问题 所以他们讲说 伊斯兰国是个问题 但是解决伊斯兰国之后 什么问题 还蛮多的 哇 十一派又抬头了 是啊 那还有一个 我们要关注的 西米亚内战会不会被影响 整个这个后续 这个对阿塔德应该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如果说伊拉克的政府 能够顺利光复 磨出了 而且兼媒大部分的 伊斯兰国的战事 那伊斯兰国剩下的战事 就少很多 没错 而且什么 伊拉克的政府 还可以来帮忙阿萨德 因为他们都是索业派的 然后什么 这个就伊朗来说更方便 因为从伊拉克来帮忙阿萨德 非常近 是 对不对 因为伊拉克建立 已经没有什么伊斯兰国 可是美国会有意见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的话 以这个方式 对美国来说 很省事 是 透过伊朗 透过伊拉克 甚至包括一些俄罗斯 来把伊斯兰国干起来 不是很好吗 是 但是问题是 战后的这个政治安排 对美国又不利 因为什么 你不帮忙 你就没讲话 讲话的余地 所以就美国来说 当然什么 伊朗帮忙打可以 只是什么 你不要什么 你到后来 又要独岛这个地区 未来发展 这个美国也不原理 而且什么 这个伊斯兰一定会 什么要求美国说 你赶快介入 对不对 不能让伊朗独大 所以这个未来 伊拉克政府 是不是能够 真的就很强大 去伊拉克内部 也很问题很多 他的库鲁主干来说 他的库鲁主想要独立 对不对 他内部的逊尼派 一直受到 现在的新的政府的压力 他也很不满 对不对 那叙利亚情况 内部也是一样 内部的这个十一派 现在是阿萨 就是阿萨德政权 他代表了这个十一派 那么他是少数 他多数是逊尼派 还是逊尼 对 然后见过五年下来 这个教派的冲突 是越来越深 你晓得吗 这个横勾 真的讲 不是那么容易弥补 对不对 过去老阿萨实际 他一直想要弥补这个 但这都很困难 因为他重要的是十一派 阿拉维派系的 他是排斥这个逊尼派 比如军官 基本上都是阿拉维 都是逊尼派 都是十一派 十一派 阿兵哥才是一些什么 逊尼派 部长级重要的 重量级的也都是十一派 轻量级的什么 才给放了一些 给什么 给逊尼派 所以他长期什么 是拉拢少数来 自衡这个多数 是 那今天这个什么 这种关键的盒子 被打开之后 很多诱人跑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什么 族群的冲突 教派的冲突 只会加剧 不会什么 不会说减缓 所以未来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跟伊拉克问题 同样的 是非常棘手 所以我们讲说 有时候比较什么 应该说 以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 我个人认为 伊拉克叙利亚重组 也就是两国变三国 怎么讲 一个叙利亚的 或者伊拉克的 叙利派共和国 一个是什么 叙利派共和国 对不对 一个是固德族 这样就搞定了 是 为什么 刚好嘛 地盘要怎么划分 所以就会有意见 最初是这样的问题 就像当年我们讲说 巴提斯坦跟印度分割 也是具教派跟主角分割 但分割也是很悲惨 是不是 但是 以今天来讲的话 分割还是好 印度巴提斯坦是两个国家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在一起的话 怎么办 所以我们讲说 今天的叙利亚跟伊拉克 如果说要增加福底抽薪 未来方案可能就三国解决 OK 不过这个不像切蛋糕一样 平均分三份 大家这个要怎么分 大家还是会有意见 老师刚刚提到一个 就是说他们现在很多内部都有一些纷争 都要靠 美国是不是点头 美国是不是答应 或者美国是不是在其中可以调停 我们就要问了 11月8号 美国大选之后 到美国明年1月 对新总统就任之前 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变数 就任之后的新总统 对于中东的战局 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布局 您的观察 这个重大影响 因为假设是希腊的话 我们晓得他就继续有办法政策 当然我们就可以晓得 维持现状的政策 如果说另外一个 共和党就是川普上来 那就不一样 因为川普他讲了很多很多话 其实才不想什么政策 他就是说 比如说中东地区 如果说对美国干嘛干嘛 我火大的话 不把他油 他讲这个话 是不是 然后说伊斯兰国 他说 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什么合作 我们就以洋华雅 光美国就把他打扁 他这么讲 也就是说他搞不好出兵 是不是 我何必这个样 多多长长 我就准备出兵把你干掉好了 那是欧巴马给力避免的 因为小户区出兵 后来就多大麻烦 欧巴马就是觉得用外交解决 多边外交 多国协助 多国联军 不花钱不花兵 对对对 伤亡也很有限 是不是 但是川普上来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他的重大转变 所以两个 他可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什么 刚才说的 伊亚花老师的介入 派大便把你干掉 认识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 算了 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一所了知 拜拜 不理你了 孤立主义 是不是 所以川普目前 他这两个选项 都是很极端 完全撤出来 包括亚洲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说我撤出亚洲是什么样 对不对 另外一个什么 我住进可以 你出钱 对不对 日本租协 韩国租协 菲律宾大陆租协 他这两个选择 所以川普一上来的话 太多不可确定的因素 那怎么可能会乱整一团 所以现在最喜欢川普上来 搞不好是伊斯兰国 乱整一团 那还有机会 对 他都是利用别人的矛盾 生存下来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希拉蕊的话 就会延续现在欧巴马 欧巴马政策 欧巴马政策 多国 然后什么呢 一个协调的 多边外交 好那如果是川普上来的话 这个中东的变化 可能就会很大 后面的这个大国的角力 因为原来是这个美苏 美俄两国在角力 如果美国把这个势力 全都抽空之后 那是俄国就会独占中东 这样的整个 普天就非常高兴 所以这次为什么说 普天很希望川普当选 哎呀 对对 你看看 所以这后面都是有一些关联性 没错没错 好不论如何 这场这个战役 预计是会拖到年底 这个跟美国总统大选一样 这个会到明年一月 可能才会有这个初步的 这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锁定 尤其后续的发展 是否会改变中东 甚至整个国际势力的 这样的一个布局呢 都相当值得我们的关注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李登克里老师的 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 好再见